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我上个星期呢,就有做这个大马手套股 四大天王的股值 一个礼拜之后 股价也是有点变化了 市场的预期也更加明确一点 这样呢,我就来更进一下 调整一下 星期五它的股价是这个 Toglove 0.805 Hatta 2.33 Cosan 1.62 Supermax 0.90 如果它的盈利有机会回到疫情前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样呢,它的Adjusted EPS呢,就是这一个 我们再用这个的来做个股值 根据它星期五的收盘价 它的PE就是这些 17到20之间 我上星期,我有说过,我认为它的合理的 PE应该是这个 也就是说,如果它有机会回到疫情前的INIT PE大概是18到22 当然这个是回到之后才有的PE 今天呢 它的INIT才是亏钱的 才是没有到 所以,我就把它调低一点 就这一个 我认为大概是16到20左右 它的PE 但是我们看一下星期五的收盘价 市场给的PE是这个 大概是17.7到19.7 也就是说,现在有些股价呢 已经是处于较低 估值较低的 所以,我就调点下这两个位置 在什么位置可以去捞呢 我个人认为 PE应该是16到17 HATTA也是16到17 COSAN也是16到17 Supermax呢 14到15 这个就是我认为 它应该会在这个价位 有一些支撑 Potgraph 0.73到0.77 HATTA 2.13到2.26 COS 1.40到1.49 Supermax 0.64到0.68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这个位置 再去参考这个技术分析 指跌回神的讯号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去捞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去捞 如果我们对比今期五的股价 可以看到 现在才是处于效率的高 尤其是COSAN的更是比较高一点 我们就等待 看下有没有机会买在这个位置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在留言区里面打上1 给我知道 这样呢 会鼓励我分享更多基本面的一些技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